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碰小菜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道呢 是一个造型应该很别致的菜 而且呢 是用秋木耳来做 这秋木耳跟我们春天采来的木耳会有区别吗 一会儿大厨边做 边跟你聊 我先问问你大厨 咱这道美食全名是什么 煎酿秋儿斩 煎酿秋儿斩 用秋儿来做整个的容器吗 对 那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配料 有秋儿肯定的 是吧 秋木耳 五花肉馅 五花肉馅 然后呢 你又配了一些配料 是吧 蒜片 有蒜片 然后还有这个芦笋 对 而且我发现今天这个配料看起来 其实很丰富了 一种蒜 是吧 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弄呢 应该弄馅吧 对 这个肉馅是我刚才调好的 里边加盐味 放档鱼 煎沫 然后不需要加那个酱油吗 不需要 料酒呢 加点料酒 糖 还有我们的盐 还有一点姜末 就这么简单 葱花不用加 葱花咱炒菜 这个有蒜香味 蒜香为主的 这是 好 那这个肉馅已经调好了 而且一个方向让搅动上劲 我们可以给它做造型了 是吧 对 今天呢 我又把这个肉馅酿到木耳里边 好 以前我们传统吃木耳就是炒一炒 对 然后这个木耳新吃 今天我们感觉一下 OK OK 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秋耳就可以做展了 对 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秋耳展 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就开始正式的酿进去 秋耳分春耳分夏耳秋耳 这个秋耳这个就是秋天的时候长出来的木耳 对 秋天的木耳 因为秋天的天气非常凉爽 它木耳生长的周期慢 雨水少 它肉质非常好 对 没错 大家会看到 发出来说很厚 在木耳当中秋天的木耳是最好的 那我们要是买那个干货怎么才能看得出来 一眼看出来它就是秋耳 那秋耳啊 因为非常干的时候非常小 非常黑 小黑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东北人那种黑木耳 就那么一点点 是不是 小小的 一泡发率却很高 我们这个是秋耳 然后我们一定要用秋耳做是最好的口感 因为它厚实吧 对对对 这个我们稍微把这秋耳里边 摘上点那个生粉 生粉 然后然后把肉馅捏在这个木耳里边 这个整个蘸生粉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不蘸生粉呢 木耳非常滑 肉馅脏出来了 好 再蘸一下 这道菜我吃过的 以前里面好像还可以加那个虾馅 对 是吧 虾泥虾胶 虾胶 对 今天再加的肉馅 因为在家里面肉馅相对来讲 哎 买起来什么的成本会比虾馅要低一点 是不是 对 你看这个秋耳的一个形状啊 特别适合往里面塞一下 对 它就是一个很有耳朵一样 有容量的一个一个小食材 这边我们还要最后再蘸一点淀粉上去 对 这个加一点淀粉上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煎的时候好甜 OK 还要煎一下 好 这边麻烦大厨给我们这样填着馅 一般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现在有人不说吗 说这个吃菌菇类的食材是我们留住青春 然后让自己颜念一寿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为什么说菌菇类的食材不管蘑菇也好 菌菇类它们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里面的多糖也是实在是丰富 多糖 我们把木耳的多糖叫做木耳多糖 木耳多糖呢 它是有起到几个重要的几个功效性 比如说在抗衰老方面 它的功效性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啊 有的老年朋友 你会发现长寿的秘诀就在于 吃木耳和香菇 菇类的东西一起吃 每天一把 就是它可能吃十个木耳 蘸上酱也好 还是是不是干吃也好 辣根 怎么辣根不太注意了 不建议老年吃 你可以蘸着酱吃一点 你可以直接就生吃了 都可以 这种方式 这是他们说自己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分析就是它的多糖类 多糖类它一个是延缓衰老 防止老年的早老性吃胆 还有抗癌 预防癌变这样作用 哦 所以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我有知道就是以前的时候 在20年以前啊 人们都在那个纺织 厂里面工作的工人 会定期的发木耳 为什么要给他们发木耳 这个木耳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些 对 你这个例子非常好 木耳还有助于清除排出毒素的 排毒 尤其是那些特殊工种的人群 你比如说 这个纺织工厂啊 纺织工厂啊 是凡笔 他可以很好的清除毒素通过肺部就排出去了 甚至还通过肾脏排出区 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肠脑的轻导肤 哦 这个轻导肤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膳食纤维 而且是可能性的膳食纤维 所以这么多的功效融合起来的话 它的这种疗效它是立体的多了 那也就是说很多朋友比如说便秘的话 或者说他气色不好 通过吃点木耳会 木耳是非常好的一个防止便秘的效果 要比那些风味都好得多的多了 哇 我有周围很多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啊 他们就是经常会有周围那个烦恼 是吃点它排毒养颜 哇 好嘞 今天这道菜吃多了 也要有这样的方法和功效 好了 今天我们的大厨就在我们说话间速度是非常的快 我们把肉馅呢 在一层淀粉的粘合力上的作用下 直接粘到了我们的木耳表 而最后的时候你要用一点淀粉定型 是吧 然后配料放在一边备用 咱现在可以上锅去弄了 你这道菜的名字叫煎酿 煎酿的意思就是说 酿完之后再煎 对 我锅里放少许油 来 有人不是说木耳是不能直接过油炸 或者说去煎的吗 我们去煎 如果过油炸它 因为它木耳里边含水分 油温一高它崩 它会有焦它崩 对 水分非常高 因为它水发了 才能可以发出这么大来 所以你很难去炸它 对 即使外面就呼这个状 也很难会保护里面的水分 就是 所以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样也安全一点 我发现大叔您的油用的 可以说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对 因为木耳油多了 木耳煎另一面的时候 它容易崩 这油也太少了吧 大叔 陆续可以再少微加一些 OK 不要放多了 因为煎菜不是杂菜 对 油少煮 可是我们一般在煎东西之前 或者在炒东西之前 不是要先爆锅吗 我们的蒜 包括我们的料头 为什么现在不爆一下 把木耳煎熟了以后 我们再放里面 放时间找了 它糊了 煎木耳斩的时候 因为木耳中水分含量很多 因此火要调到最小 木耳才不会崩出来 木耳煎好以后 先盛出备用 这就算煎好了 是不是 对 在家里面我们煎的力道 小心一点 因为它整个水分组 它会噼里啪啦 像鞭炮一样 所以如果蒸的话 你就直接盖一个盖子 就不管它了 看着 尤其透明的盖子 盖上去就行 然后最好说 你用个白毛巾 把木耳上水分 稍微蘸一下 我蘸一下把水分吸走 是不是 哎我就在想 如果就是在木耳当中 果的蛋清啊 水淀粉来给它糊装的话 会不好吃 也不要装蛋清 啊 不要用蛋清 本身它水分就大 哦 是这样 好了 那这边我们要把它单独取出来吗 对 取出来 嗯 好 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开始把碎片放进去 直接就抱 咱就开始炒呢 因为咱刚开始煎的时候啊 锅里边有那个 木耳 嗯 掉下来的那个 生粉 嗯 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它呢单独的加工 煎完之后把它取出来 嗯 然后我们再开始哎二度的进行炒制 嗯 这时候我们锅里放少许油 好 这个芦笋呢 嗯 少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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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笋 芦笋 包括我们这边我们的蒜片 芦笋不用太多的是吧 对 芦笋没有可以放小酥 OK 好 好 色情味现在扁出来了 对 大蒜变成金黄是吧 好 好 哇 嗯 嗯 放少许葱烧烤 少许葱烤 好 白桃 少许葱烤 好 稍微来一点水 最后收一下 然后我们就准备正式的出锅了 嗯 哦 可以了 好 关火 大功告成 一颗又一颗的 我觉得这道菜啊是一个造成很别致的菜 对 尝尝看吧 各位 来来来 我一口下去有木耳还有肉哦 嗯 嗯 吃得很有味哦 嗯 味儿吃着还有口感 没有吃 没错 它整个吃在嘴巴里面 就像我刚才想象中的那样 木耳很脆嘛 因为我们用的是秋耳 所以它那个很厚实的感觉 我是大嘴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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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